接下來的話,我剛剛好像有一個地方是 是不是做錯了,是在右下角 那我剛剛好像左上角,所以剛好顛倒 所以這個的話也許你們,我們待會再試試看 反正最後完成就跟那個替幅一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如果做錯怎麼辦,沒關係 你就把它丟進垃圾桶,這邊你往下拖拉有沒有 這邊垃圾桶放進去,它就丟進去了 那你再新增一個塗層,那你再新增一個遮瑟片 這個眼睛可以閉起來 然後再點擊前面這邊,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這邊有一個叫放射性漸層 改成右下到左上放開 然後再把這兩個塗層眼睛打開 那不就OK了 這個是剛剛有同學發現的 我剛剛好像沒有特別注意是右下角 我只有我做的左上角 OK,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第三體的部分 第三體的話是PSD02 這個就一個蝴蝶吧,我記得 蝴蝶呢必須要去背 這個去背最麻煩了 然後再把它放到剛剛的那一張圖上面 並且做水平翻轉 並且旋轉負的15度 然後並且加上圖層樣式 圖層樣式就剛剛那個的陰影效果 至於陰影效果要什麼樣的這個數據 其實它好像沒講 那我們只能夠按照它給的那個完成檔 去推啦,OK 所以接下來第一個 我們找到蝴蝶 PSD02.jpg 再來的話呢 要把它去背 也就是說呢 把蝴蝶選起來 這一張如果直接把它丟到那個Firefly 看看不能把它去背 不過我發現 那個Firefly如果背景太複雜 它好像失敗率也蠻高的 所以一樣的道理 如果這個背景如果越單純 越好 那這個怎麼選比較好 其實我也試過啦 如果假設你今天用那個套索工具 慢慢選其實很花時間 所以我的習慣通常是 反正你只要先選個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用什麼快速選舉工具 然後點一下背景 即便它點錯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大概 然後它會一直不斷累加 有沒有 這個邊緣有了 這個好像 其實好像比慢慢選還是快一點 所以你可以一邊點 它會一直往裡面 那有一些可能會過頭 你就不要 這個等一下用套索慢慢再選一下就好 這個等一下再把它扣掉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大概 這個你要跑進去太多了 然後這邊一樣 這跑這樣 太多了 OK 如果你要扣掉也是一樣 你用剪的 剪的再把它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 它會再出來一點點 可是好像真的很難剛剛好 所以這一塊也許我們就是 把它用 套索人工的方式 再去選 那不要說這個虛虛了 這個虛虛理論上應該是很難 哇 這一塊也不行 好 大概一下好了 反正至少 比你用人工去選這麼大的一個輪廓 應該會快很多 那選完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選的是背景 所以記得在選取這邊 一定要把它反轉 如果沒有反轉就失敗了 OK 那反轉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沒有選的把它選進來 再把多選的把它扣掉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再切到套索工具 然後呢 記得套索工具一定要再改 所謂的增加至選取範圍 如果你要扣掉的話呢 記得就是要改成 叫做減去 從選取範圍中減去 那我們先增加 增加最難的 Ctrl-C 放大一下 Ctrl-C 現在最難的就是 這個 這個什麼 蝴蝶的 它的這個虛虛 這兩個虛虛說真的 是最麻煩的 那怎麼選進來 一樣 這樣把它往外 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這個 這個未免也 解析度太低了吧 所以真的很難選 那我就選個大概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還有外面這一圈 這個也把它選進來 再來就是這個虛虛 OK 然後正開要剪掉 所以再把它按一下剪 然後從外面選到裡面 把它這樣框起來 這樣就差不多就好了 就OK了 然後這邊假設都OK 這邊好像多了 所以這邊要剪掉 剪掉從外面 把它選進來 把它扣掉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 這個要怎麼 這樣要加 所以增加模式 然後就把它從裡面 選到外面 繞一圈 這樣就加進來了 OK 反正 這個就是有點 就是 需要時間的 這個要剪掉 所以剪掉再剪 從外面把它繞進去 然後這一塊 這一塊要剪掉 好 這樣子 這樣應該差不多 因為沒那麼多時間 慢慢選 所以我們就是 大概就可以了 OK 你也不要選 可以讓大家看出破綻 如果不能 看不出破綻 這樣就應該OK了 那這一塊是要多的 所以多的話呢 就是從裡面 再把它繞出來 這一塊要剪掉 這一塊要增加 所以你會發現 反正就是一直在增加 然後 跟扣掉 反覆 這塊的話 就扣掉 再扣掉 好啦 差不多了 阿妹們 這邊還有一塊 這個是增加 所以把它加進 從裡面繞出去 好 應該差不多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選起來 再Ctrl-減 其實如果你不放大 應該就很完美 但你一放大看 一定是覺得不夠完美 一定還是想要花一點 Ctrl-C C Ctrl-C呢 就是複製這個塗層 複製這個塗層之後的話 再把它Ctrl-V 我把它改回原來的工具 就移動工具 然後把它這邊貼上 Ctrl-V 貼上 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這個蝴蝶 變成 有沒有 被遮住了 很簡單嘛 因為被上面這兩個塗層蓋住了 所以怎麼辦 把它往上移 比較好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把它水平翻轉 水平翻轉 它應該在哪裡呢 編輯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變形 裡面有一個叫水平翻轉 這個地方 再來的話 還要旋轉幾度 -15度 -15度的話 那怎麼讓它-15度 還記得吧 那個叫任意變形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說 你可以背那個Ctrl-T 這個快速鍵 因為Ctrl-T很重要 Ctrl-T 接下來的話 角度在這裡 幾度有沒有 那你就把這邊改成說 -15度 它就會 有沒有 它就會-15度 不過其實啊 如果假設你不-15度 其實你345度也可以啊 你說我說為什麼345 因為繞一圈就360度嘛 那你可以 如果你345指的就是你順時針轉這樣子 就是你 你從 這邊 轉340 那 跟你從 這邊 轉-15 那這邊轉是345 其實 結果是一樣的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呢 這個是正的345 是從這邊 繞過來 那這邊-15的話呢 是從這邊繞過來 不過不管啦 反正 題目是說 它要的是-15 那你就直接 怎麼 變成這樣 Ctrl-T一下 取消就可以了 如果錯的話沒關係 這邊有一個打勾就是執行 不打勾就是取消 它就恢復了 記得Ctrl-T 然後這邊角度的話呢 就-15 這樣子就打勾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 那一樣 把這個移到這邊 這邊的話應該差不多 就是左下角 用移動工具把它移一下 移到OK的位置 至於哪個地方OK 你們自己再比對一下這邊 這個把它Ctrl-減好 大概這麼大 大概這麼大 你看 對 兩邊再比一下 它好像在上來一點點 上來一點點 你可以按箭頭 鍵盤上向上就可以 上下 我是覺得上下左右 比滑鼠移動更精確 這樣好像就差不多了 這個再向右一點點 好了 這個細節你們自己再去調整 不過這邊還有缺一個陰影效果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看 你們請各位先把 剛剛的這個比較麻煩的 這個真的是最麻煩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盡可能的 不要讓那個蝴蝶背景 去備有所謂的鋸齒狀 然後 因為這張圖的解析度也不高了 所以你們其實大概也看不太出來 那可是你將來 自己在挑那個圖的時候 你們可能就是特別小心 你們交期末報告的時候 那個圖盡可能的解析度也不要太低 看起來不然就醜醜的 OK 試試看喔